各位企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一海方圆频道 那么今天我为大家讲解的这个棋呢 是咱们这个中国和的这个维甲联赛当中 第九轮中间的一局精彩的这个对局 那么这两位呢都是非常年轻的 担负着我们中国维棋界今后的这么两位棋手 一位呢是陈耀业 大家可能很清楚 在06年的时候呢获得了这个LGB世界赛的亚军 另外一位呢是朴雄瑶 他呢是同一次比赛的前四名 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中间去 但是棋也很厉害 那么这两位这个选手的这个对战这个情况呢 我们来观战一下 那个棋呢是陈耀业之黑 这个稍微有一点六七十年代的这个棋的样子啊 他一大飞挂 这位白棋的下法呢 现在都是要尽量布局的尽量悠长 把这个棋呢下的可以说让他这个下的慢一点 以便于把这个胜负呢弄到后半盘去 三间低加 这个大飞挂跟三间低加都体现了这么一个战略思维 挂进来 这是古力喜欢的下法啊 现在这个陈耀业他也在使用 你如果拆二这样加呢 他就有可能不跳出来或者变成点角了 变成这么一个变化了 现在呢他尖顶 这就变成另外一种变化 跳 那么他走在这 这棋啊白棋的这个实战呢 他是往上跳了一种 对这手棋呢我稍微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吧 我以为呢这棋呢还是按照传统的 因为你现在坚定啊立起来走 他头上正你这棋很有风险 对吧 可能呢还是小飞一个 这样的话呢比较中庸 事情不会特别的这个急迫 这位置呢也是正好打路在这个地方 现在走这个 我担心呢黑棋呢 如果走这边加过来 我以为是个绝好点 你如果普通的是尖 那么他就算一拆 这棋呢跟左上角的五右角呢 形成一个绝好的这个配合 而且关键你这个地方啊 你不太好像 你这样飞将来有一个跳坐活的机会 显然不肯 如果走这个呢 黑棋也有可能有这个猜疑 等于是相当于打路 这么深深的打路这么机会 也可能呢走这个就也就不错 如果迫使你必须要硬一个的话 这期黑棋啊 速度很快 还现在还轮到黑棋下 黑棋比如说走在这一带 我想是一个很充分的这个布局 现在呢实战呢 当白棋跳的时候 黑棋仍然也是这样打官出来 这个倒无所谓了 这个次序就关系不大了 就等于是啊 他先没猜 他先打官 他猜 再猜 他也是要跳的 这倒是关系就不大了 好 现在开始呢 黑棋呢 开始里边做活 他鼓这个的话 怕人家打吃 他有点担心 他所以走得利 对此呢 这个靠 应该也是破坏他形状的好棋 这个棋 你如果搬 他就戒牢 你的形状有点 还是有点破碎 形状不整 所以他黑的采取了一个变化 他先走正 当然是白棋只有退 你如果打吃的话 比他一打再一打 这太舒服了 形状 他只有退 接着再扳 这时候呢 白的呢 也不接了 改成反扳了 也是周围的形状的 呃 变化的 所 所必然的 这个棋啊 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呃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棋 黑棋 如果是走这个 你怎么办呢 你可不能挡下来啊 挡下来 被他一打了之后 冲出去 这是带响的 这太难受了 所以你必须得接上 接上之后呢 同样不可能 白棋再挡下来了 所以要再爬 爬你当然只有接 黑棋的下一手 可能嗨的再爬 这手爬也很有必要 这手棋如果不爬 被他一挡住的话 就这个地方就有棋了 大家看看啊 这地方到底有什么呢 利用脚上的特殊性 你去爬进这个地方 没有用的 被他一扳 你啊 肯定不够弃 这棋呢 白的有好棋 它也在这 普通的话 这个棋不是无谓的抵抗吗 但是在这个场合下 大家看看 这个是常用的手筋 这棋一走 你就永远解消不了 而白棋解消呢 只要一手棋 它可以一粘上 就把它解消了 你这个棋已经就死掉了 这个是脚上的战斗的 这么个基本功 我最换句话说 这个拐下的仍然很大 你可能还得爬 爬的话呢 你如果打出这个 应该也是大棋 很厚 你如果再搬上来 这棋就很有意思了 你再把它吃掉 你比如说带走这个 就形成一个完全新的这个变化 这个这一代呢 变得极厚 那么这个极厚之后呢 这个财尔甚至于会受到影响 它整块棋就薄了 将来起码搬粘了什么之后 你基本上就要补了 至于说黑棋呢 在那头呢 也是获得一个广阔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前景 这就变成完全另外一盘棋 现在的这个实战呢 当它连搬出来的时候 黑的呢 从这个地方挖打出来 从 由于这个是打吃嘛 所以它 白气来得及 从这个地方补回去 这以下的下方呢 基本上来说 出路不大 基本上谁都会这么下 打掉 切捞 你显然要从这打出来 再打 再长也是必要的 提的话被它拍一下 总是要长 虎上 拐头 都是好点 被它压了难受 它驱出来 它因为考虑斑或者什么 这别人叫断掉 毫无好处 它注意走这个 黑旗战斗很有意思 但是总体来说呢 这个白旗这个地方的后世啊 是很现实的 大概白旗坏 应该是不坏 照我想啊 当它尖的时候呢 它大跳 白旗也是跳 这样的形状 注意很多 有些旗友啊 他喜欢这种地方 他非要管人家封住 这一手旗封不住 反而遭到了这样的跨 所以你还是 就当着那边 暂时没有一样 你自己归你自己走 那边自己说能连上就连 不能说刻意的 非要追求连 飞下来 很凶 对这个脚 对这个脚还形成威胁 白的呢 非常冷静 他也不从这里来隔断你 先把自己补好 是稳健的 叫你 你看你这个中间距离完全不对啊 那么大 看你补还是不补 黑的呢 他就很稳当 他把这个刺一下 这刀刺啊 是可以说 因为他考虑到你这个刺是先手 所以他等于是点在你这个眼上 他就牢 接着 一边借着进攻 一边护着自己的断点 他呢 翘进来一下 路骨的要割断你 蹬触 他把这个地方刺掉 他把它封住 封住之后呢 我们看 这个形状 比较将来有一点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形状首先来说 这个棋人家挤进来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后来是没下了 所以我觉得要跟大家交代一声 这个地方挤进来 以我看 这个是无论如何要接上的 对吧 如果再冲 岂不是被断开了吗 答案也是肯定的 我觉得是要被断开 是吧 这棋呢 但是他呢 很可能呢 我觉得连这个党啊 也不一定先挡了 我们就可以考虑先走 走掉他活掉就完了 这一活掉呢 这一活得也很轻松 你如果还想要 可以有点小问题的 那么他由于这个刺啊 是先手 他不是这里要一起冲断你吗 你只好走这个的话 有可能他能断在这里 所以这个地方 他基本上他不太怕 这块棋呢 他的安全呢 是没有大问题的 所以从这边呢 挤断 他不胜 担心 还有一个担心 各位旗友 有可能大家会想到 我冲这次怎么样 这个次呢 你如果接上的话 他可能这里还有一个挤 这里要冲过来 你如果走这个的话呢 他把这个冲过来 我估计呢 这里没有这个字 我估计呢 这个棋呢 可能他就算了 你如果就算是冲 这冲呢 他关系不大 因为他这个冲是先手 由于这个次 差不多是绝对先手 对吧 所以可能考虑 他不太大 就是说 当你 你可以考虑走掉这个 你就算断进来 他由于这个是先手 就像这种地方 被人家家住 你也不是一个 很舒服的事 这戒牢 上边还有挤 上边还有搭 不去说他 以后这个地方呢 随时一打这里 还有度过 这些白旗呢 损失的非常小 所以这个地方 已经不大了 基于这些考虑 所以这个地方呢 当来的 这么一贴上之后呢 双方在这个地方呢 就没有再下棋 我的解说的任务呢 就是向大家说清楚 这地方他为什么不走了呢 是不是没有棋啊 不是 不见得是没有棋 有的时候是对 你对就是他觉得不够大 所以我就不下了 是这么个含义 那么所以他现在 他把这个贴住了 这个贴住之后 他这个他便宜一下 这个走的是不亏的 然后他转向一个 绝大的大厂 这些绝大 不用说 这些被他随便的 任意拆一个地方 那都是非常大 白的下一手也很得意 他能够从这个地方 爬进来 他非常满意 马上这个地方一刺 你的眼位都没了 他只好做活 能够先手爬着 这个地方尖的 也先手尖着呢 应当说白的 还是蛮 蛮有收获的啊 接着呢 白的呢 开始进入这个宽广的 这右边 他选择的是这个 我以为也是很好 这棋你再拦过来 还要吃他 他为了护住自己 走在这 飞上 基本上虚幻化的 连成了一定的这个势力 黑棋的下一手呢 也是很好理解的 因为这个棋啊 你要是不走 白棋将走什么呢 将从这来进攻的 因为你从这个地方走 是没有意义的 你假如被迫挡住 他还要从这 再收挂你 这就爽了 你只好走这个 一退 你还在拐 基本上由于你 这个地方的眼位 啊 这地方由于有这个关系 估计大体上 这个病还是先手 这个被一点的话 是活不了 由于这个地方 缺一个子吧 所以这个收挂太厉害了 所以作为黑的来说 他现在呢 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反击 他走在这 这是需要的 很明显 这期如果你搬进来 吃掉他 他就从上边架出来 对吧 让你的上边的封锁破掉 所以这个白的下得很厚 也很稳重 他在爬 那要不要硬了呢 就不要硬了 但他在一爬的时候呢 他不硬了 程耀叶的旗下得很厚啊 从这个地方就上来 就是把这个地方的空框围起来 程耀叶的同时下得也很棒 他在这个时候走一什么呢 他在这个时候顶住 这条旗又是好奇 其实就是像白旗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警告 你走不走 不补的话 我要搬出来了 受不了受不了 同时叫你不敢走这个 走这个还要搬 这个 那个朴永瑶呢 一看你走这个 我呢就算不上 那么等他再唬的时候呢 就变成后手了 看到了吧 所以这个地方他先走着了 这地方是意味深长的一手 他现在先顶你 趁着这次期盘虚的时候 他忍耐一下 好 走完这些之后 他发现了 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了 抢空 这也很大 就是虽然是有点接近了后臂 但是就叫你成不了空啊 因为这被白旗拆一个二还是很大 朴永瑶呢 一看到我这里走了 这里走了 你都没理对吧 看看我的厉害的啊 冲 挡住 强烈的手筋 这地方如果冲断是没有骑 但是他走这是很劫力的手段 这期你如果走这个的话 你也吃不死他 他就退出来了 对吧 你如果被迫只有接牢的话 他要一顶你 你看 大不大这地方 全部都有空了 陈亚烟呢 被迫进行一定程度的还击 他这时候煎一下 这颗纸 现在白旗不能死 他巧妙的从这地方飞一下 他把它一煎出来的时候呢 这才接上 白旗通过这个战斗 基本上呢 把这个地方的毛病彻底都补干净了 同时把这个出口啊 都给堵死了 所以战斗也有成果 而且这个地方黑旗再往外出啊 很明显好像有障碍 对不对 不容易出头 那么当他走这个的时候呢 黑的呢 他一看这个旗啊 被他夹住啊 自己的眼位还不好了 他把它一起顶过来 顶过来之后 先手再白 他开始走这个 这道旗也是个好旗 你如果飞 这边是很稳当 但是这头就被搭下去了 他就很步调 很巧妙的从这边来 你如果赶走这个 那他当然是下去 对吧 因为你的财务都没好 现在 程耀业的实战呢 是一个什么表示呢 我两边都要要 又不让你搭下去 又要护住这边 但是那个白的下得也很棒 他先来一下 这一打吃 打吃的时候白的 其实有两个下法 一个是炉石蛋那么接上 还有一个呢 走得更饿一点 翻上来 给大家考虑一下啊 这个翻也有 因为你不敢长了吧 长了我在一街上 你好像似乎不太好处理了 你再打吃 他当然冲下去冲破了 在一街上 他等于你 这个骑被针掉了 当然不可考虑 那么也许打的时候呢 可能要提掉 再打吃 是吧 你如果借牢 我就再把它借住 狠狠的把你这个地方的 拆二给踩烂掉 但是这个缺点呢 就是脚呢 变得非常的肥实 所以这个不敢说 他有可能还要把它 在立了之后又跑出来 你最终可能吃不掉 可能不太稳当 这个骑啊 那么他最终呢 当他打吃的时候 白的决定是接上 你也只有接 他再打吃 黑棋这个力 很有必要 白的一看了 再走这个 这黑棋的下一手啊 大概是有 可能有点小问题 根据后来看 这刀棋啊 无论如何 要把这个二给抢到 那么这个地方 就随便他去了 你看你能拿我怎么样 我活个棋 应该没问题啊 这个好像有点大 他现在呢 是走的这个 这刀棋 我稍稍不赞成 这次被他 机敏的跳了下去 那么这次等于是 拦住了无油脚了 又获得了跳了 最后呢 还把他踩进去了 对吧 侵略了他这边的 这个压扁了 他这边的势力 所以他是 应该是比较成功的 好 现在把这个加一下 注意这个吃掉之后呢 脚上呢 可以活的是个后手 他把这个纸再接起来 你主要你提 还是先手了 但是呢 不管怎么着 白的呢 他就是获得了先手了 这个时候他可以不理你 先尖一下 问你要不要 这颗子他不愿意死 挡下 另外 他跳 冲 这个不清楚是怎么样 照我想这个地方好像还是 接上这里比较大 还是很明显这个地方很宽了 我不清楚为什么白的要接到这里 这个地方好像就是八木九木棋 而且冲了你后手 根本不理他的 他花了这么多手棋就算了 现在他走这个 陈耀燕呢 非常的冷静 先把他这个剪了 白的呢 就老是硬 大家可以看到 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地方的头是非常大的 刚才被他借牢 你看 这地方少两步棋 好像这个棋 应该不止那个八木的感觉 那么白的一看呢 这地方呢 也不用走了 他决定把这个子吃掉 这是十好几目的大棋 走了之后 毕竟人家搬退 在场景里还先手 你走这个之后呢 这个 他还有事关他的眼味的问题 百一十二 他先煎一下 曾药也得起啊 非常的锐利 他在这地方靠一下 主要的目的是 为了将来 他为了能够搭走 其实是以功为首 为了能够走在这 他先把他这里苦心的靠了一下 然后从这个地方来 因为他这里有这个毛病了 这颗子他的药 确保这个冲下来将来眼里 这边形成了一个小战斗 他搬出来 白旗彻底的把自己补干净 你也没有别的旗可下 就是拐的事 他肩住 这个地方是必须要挡住的 然后呢 就进入到这个的状态的这个时候呢 呃 现在的这个前提是呃 白的下 我们他把它先刺一下 估计下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啊 根据我一般的猜测 我没有看他的具体的进程啊 基本上已经进入独秒的状态 这可能性大 他搬在这 这起开始围空了 黑的呢 暂时不理他 就走在这 这是为了把这个空围得舒服一点 这个他能够立下来 你如果打吃 他是要接牢的 再敢缩回去 我把你这个给断了 所以他能够立 是要冲进去 还要破他的空 这条期有可能有点小问题啊 遭到他一走这个 他突然发现呢 走起来也不太爽 但是一心急慌忙之中呢 我认为下一手期呢 大概是呃 程耀爷的比较重大的这个事物 这期现在在我看起来的话呢 可能是难受也好 什么也好 你可能只能这一代补一个 那么这骑的形状呢 基本上或者是在这一代 反正总而是需要补骑 但是作为 作为黑骑 他需要担心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可能是补这个更好一点的 就是在那个地方需要当心 就这个各位奇友啊 你大家看到这个双板凳这个东西 弃紧的时候 又是后边什么都要 这个时候呢 要注意 白的有一招好奇 他可以下在这儿 又是你双板凳里边越要挖进来 我有没有摆错棋啊 没有 你看你如果敢走这个 我这不正好是打吃吗 如果被这样棋掉藏出来 这可就危险了 这可能整块要死 你如果只能走 我挖的时候 你只能走这个 那么白棋呢 也没有损 他就打你 这个你要不要 你只好戒牢 反正这地方白的呢 总是目数上起码是不亏 因为现在这个场合啊 直接去断 他好像没有用 他就打你 这战果不会有 像陈耀业的下一手棋呢 确实有一点问题了 这我想是他的 就是说属于水平之下的问题 他出现了 他去非要试人家硬手 也老要叫人家硬 他可能是这样想的 等你走这个的时候 我再决定 到底是奸呢 还是搭住 这个稍微有点过分啊 遭到就是说 朴温瑶的一个 突然的强烈的这个打击 遭到他在这儿 突然一看 这起码简直一下就输掉了 这其实连不回去 不好连 他一看 他在走新线的 得走这种棋了 这棋太苦了 这等于走了一条闲招了 没有关系的这个棋 他呢一冲 这时候呢 白棋下的稳当了 他想这个地方 别给你还有这么个机会 搞不清什么 将来提了也算不清楚 他就先把这个打掉吧 其实单走这个 可能更加凶一点 他还有这个机会 他团什么 讨厌他想着就走这个就行了 这个确实是已经不大好 这个棋你如果再接 因为白的就比较简单了 他就往这个鼠打过来 你看你怎么走啊 人家是通的 你这个交给谁啊 他没有办法 只好去走到这儿 这瓢楼窑的棋 大家可以看到异常的冷静 就可以离棋 这本身从斑了棋过来 你看就这个子放在这儿 好 下面来这里了 一看这个子啊 吃不死根本 没有办法吃 更不要说 我说这种 还有这种哇了 这个味道 没法走 结果被迫去走这个 在人家这个厚皮旁边 去走这个 这个丢盔棋 脚子里面三个子都被丢了 这个地方我看损失 是有点大了去了 这个损的实在是有点惊人 所有的你看 被拔成花来 其实你空一点都不增加 这个事情是大有问题 然后呢 顽强在这里搬 这个是成熟 那个程耀爷顽强了 那其实我看了一下 真的人家把你断掉 你有什么我也不知道 他反正稳健了 现在呢 我们有一个悬念 也就是说 大家看到没有啊 这个棋盘的这个地方 你最快龙活了没有啊 这地方被人家接上怎么样 我以为这是最后的一个悬念 这么棋 如果接上是怎么样呢 这个三个子如果吃不死 你不是有点怪了吗 其实不难 这棋啊 首先来说 我们看他气很长 因为他这个走 总是先走了 你大概是随便怎么需要印一个 注意看啊 他有一 二 三 他走这个段被你吃掉 他这个接被你接上 倒是多没事 问题他有这个 看到了吗 强烈了 这里当然只有接了 他再接上 你只有打吃吗 被他一尝 被一尝 再一打吃呢 各位棋盘你看 我还难得还需要再往下摆吗 砰一打吃 最不归 所以这种地方呢 呃 也是通过这个实力 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围棋上面的算路 那么他这个棋 他没有办法 他只有这边退 招到他一提掉 哇 这个棋有点 就是很不爽了 那么这时候呢 黑的呢 他走的棺子是最顽强的 简单的说几下棺子 他走在这儿 他要这么断你了 他接牢 黑棋的棺子呢 可以说是走的是最顽强的 他走在这儿 搬的时候确保能够打你 接牢 等于是这头 护道的最大限度 当你这个冲的时候 他把脚呢 也最大限度的护上 但是仍然会到左边 这个问题的左边 令人心烦的左边 你看这边一跳 这痛苦的这个时间又来了 对不对 这一跳 他顽强的要一尖 又来一狠的 先手一断 这一段注意啊 不是简单的要吃四个的 吃两子 吃四母棋的问题啊 他是要走在这个阶牢 你打吃 他加下去 所以黑的必须的先提掉 先提掉之后 他黑漆 趁你补的是钱 他这个又是好漆 你怎么办 你走这个要被他二楼点 你只好走在这儿 找到他这一打 哇 这个地方又有窥墨 连是连上了 这个地方又捂上 哇 这盘棋呢 总体来说呢 可以有这么一个 非常非常强烈的这个印象 就说什么呢 看起来呢 这个朴雯瑶 你看这地方的空啊 这看不见的这个地方 最后竟然形成了这么大的空 这个地方呢 把人家都提掉 这个程耀叶呢 这一代的这个棋呢 下的呢 是非常 可以说他有失他平常的这个水准 至于说 这个上来的这个脚上的这个 这些变化 实际上呢 是一个六七十年代 差不多是七十年代末期 八十年代初 还经常有的这些下法 那么在他们这一代棋手呢 他们基本上是没有预见过这些东西 那么这一盘棋呢 可能也是他们临时这么想出来的 下的结果呢 跟当时的这个棋啊 基本上想的也差不多 但是不管怎么知道 这一盘棋的最大的声音 就在于朴雯瑶呢 是实在是这个棋啊 异常的 可以说是冷静 算录呢 准确 朴雯瑶呢 是稍微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 显得有一点急躁了 这盘棋呢 我基本上呢 为大家解说呢 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